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繼續有我SKY 和大家討論加密貨幣的必學知識 今天用5分鐘時間和大家討論什麼是NFT 讓大家可以在茶餘飯的時候和人家聊天 打嘴炮 讓自己不要那麼失禮 那如果你上網搜尋什麼是NFT的時間 應該會搜尋到NFT就等於非同質化代幣 看完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看完之後都不知道是什麼 也不知道如何應用在整個加密貨幣的投資上 今天很簡單 用一個例子 跟大家很清晰解釋到什麼是NFT NFT其實你可以理解就是 以前你有去炒球鞋 以前你有去炒閃卡 但是NFT就是把整個炒閃卡 炒球鞋的行為 數碼化 虛擬化 搬上網 就這麼簡單 而這個世界上以前有很多炒不同的藝術品的人 例如這個世界上有1萬幅蒙莉莎 但其實有9999幅都是假的 第一幅是真的 而NFT這個技術就可以幫到你去驗證到 哪一幅蒙莉莎才是真正的蒙莉莎 哪9999幅是假的 所以NFT就可以套用到藝術班收藏 也可以把整個藝術班收藏 虛擬化 數碼化 這就是NFT現在最廣為人知的應用了 為何NFT最近這麼紅 大家要認知一下 早上今年3月份 美國有一個藝術家叫Bippo 他就拍賣了一個以6900萬美金 拍賣了一個叫做 Everyday is the first 5000 days的畫作 就是他用了十幾年時間去形成的 每一天出的畫作 他就拼湊成為一個NFT 然後以天價的6900萬賣出去 令大家都開始關注究竟NFT是什麼 你可能覺得NFT好像很虛 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迷思 第一就是你買NFT和我買有什麼分別呢 你買了一幅畫都照樣 我可以在Google搜尋找到 就好像這隻猴子一樣 這隻猴子現在已經值十幾個ETH 你買了和我沒有買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最簡單的分別就是 NFT並不是說我去阻止別人去擁有 或者去傳取到這個file的access NFT最重要是證明這幅畫 這張圖究竟真正的擁有權在哪個 這是NFT背後的技術 也是背後的概念 你想想如果這幅畫或蒙羅麗莎 只是可以給十個人 給一百個人 只是給法國宮廷的人去知道 去欣賞到的話 其實蒙羅麗莎的價值就會大大降低 相反如果這幅畫或蒙羅麗莎 是給了全世界61人口都認知到的話 其實畫作的價值才會受到大眾的認知 大眾的認可和大眾的欣賞 所以往往我們很希望 藝術品的收藏 希望創作有更加多人認知 所以NFT其實正正是一個技術 將這個畫作數碼化 令更多人傳扣人 都可以有一個渠道去認識到什麼是NFT 很多人都會問 NFT是不是泡沫來的 為何會用幾十萬去拍賣一幅這樣的猴子 用六千幾萬美金去賣一幅這樣的畫 如果你覺得這個是泡沫的話 我反而會問你 其實你十幾年前 幾十年前有沒有去玩過一些經典的炒球鞋 或者你以前有沒有玩過遊戲王 遊戲王那張卡 神手卡 都可以賣幾千、幾萬、幾十萬 其實炒賣這個行為 本身在很多年前 一直都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只不過NFT是一個 將它數字化、數碼化 搬上網 也是一個技術去驗證 究竟你那張遊戲王的神手卡 是真還是假 以前你沒得驗證 現在可以幫你驗證 所以NFT是一個技術 可以套用在不同的行業 例如在一些藝術品的行業 在一些音樂創作 甚至在遊戲上面 都有很多應用的功能 最簡單剛才說到藝術行業 如何應用呢 就是它可以保障到很多創作者 令到他們免受版權的問題 即很多人都會覺得 糟糕我畫了一幅夢露禮沙 放上去線下 都不知道那些人覺得哪一幅是真 哪一幅是假 NFT就可以幫你保障到 知道究竟哪一個人 擁有真正的夢露禮沙這幅畫 在網上 所以對藝術的手藏品 藝術的一些創作者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技術 而第二 也是NFT有一個獨有的功能 就是可以幫到一些創作者 以前你想想我是一個畫家 我畫完一幅畫之後 我只會賣給畫郎 我賺到的錢就是我賣給畫郎的錢 畫郎之後怎樣賣給第二、第三、四、五、六的人 或者之後廣為人流傳 到幾十萬、幾百萬拍賣的畫 其實都不關原創者的事 因為他只賺第一筆交易的金額 因為NFT是基於智能合約上面 所以他們可以自設每一次成交 所以不單止創作者可以享有第一筆交易的分成 亦都可以擁有第二、第三、四、五筆 這個對於創作者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利潤保障 而第二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在遊戲上面 因為很多遊戲的玩家 都非常熟悉虛擬貨幣的利用 你幻想一下以前你打遊戲機的時候 你都會有不同的銀、Token、虛擬世界遊戲裡面的錢 其實以前你玩遊戲 你都會說我玩完之後 我的賬號或者那些Skin 我都可以拿出去賣 或者你都可以拿出去送給別人 用一個好的價錢賣給別人 但其實以前那個流通量的利益是很差的 亦都是很難才把它變演到 但NFT放進遊戲的世界裡面 就可以將整個遊戲的經濟體系 變演速度 可以大大提升 你可以想像 以後你在遊戲上面玩的Token 賺回來的Coin 都不只是很難才可以找多人 而那些Coin 是真的可以流通在主流交易所裡面 去買交易 去換一些USDT 甚至USD 這個是對於很多遊戲玩家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 即是Monitor的Return 他願意投放那麼多時間去玩這遊戲 除此之外 那個遊戲的多元化 遊戲的換味都會大力提高 因為以前你玩打怪 你買了一把劍回來之後 那把劍你覺得是屬於你自己 但其實是屬於遊戲公司 遊戲公司一顆粒的話 你的劍都會沒有 但在NFT遊戲世界裡面 那把劍是真正屬於你自己 而在一個宇宙世界裡面 就好像以前打遊戲 GTA 或者玩模擬人生等等 你的劍是可以混合你的車 你也可以放在你家裡 變相你的可塑性 可以玩的類別就會多很多 令整個滿味性高很多 令人更加願意 去玩多時間在遊戲裡 提升整個遊戲的可塑性 那是NFT最大的應用 暫時都在遊戲 以及在一些藝術收藏品 和音樂上 我剛剛開了Patreon 去我Patreon的連結 有些免費的文章 每天都會出 跟大家去講講 最新的市況 最新的我對不同行業的看法 也有加入我的TG Group 等等 我們下集再見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 拜拜